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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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上吵到一個很瘋癲的時候呢 他就從樓上跳下去 他去的時候 掉到一樓 他是皮開肉站 不打緊喔 他的體內 阿翔就休息一下 他就覺得 這個有一股力量呢 把他身體壓住 壓住之後 他覺得他下體有異物進入 然後接下來就狂抽猛獸 他摸到已經快上面的時候 他發現就有另外一隻手 在摸他的胸部 然後他要去動的時候 他身體全身都沒辦法動 跟我媽講是一模一樣 全身都不能動 他是幾乎每天 都有不同男生來跟他做 有兩個男生會輪流跟他做 每晚都被輪抱這樣子喔 那天晚上翻譯好幾次 好幾次喔 真的好幾次 他覺得那種好像就雲霄飛車 那種飄飄欲仙 對於這個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我們節目還沒開始 今天就現場狀況連連 有什麼狀況呢 等一下告訴你喔 那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什麼不可思議的主題呢 先看我們今天的主題VCR 是這樣的棺木 而這個棺木呢 就是用來滴血養鬼的一個儀式 而旁邊的這些木堆呢 也同樣都是用來修行的 這裡的主人就是這一位 53歲的許阿田 他在石塊裡埋著親人的骨骸 在以偵搓自己的宗旨滴血養鬼 還自稱所養的都是女鬼 而且全都納為妻妻 我們來都要做什麼 沒有在這裡 他跟我們說事情嗎 在這裡打不開落 鬼不開落 許阿田說年輕時經商 自己被朋友所騙 所以信不過外人 在他的幽靈谷內 還可以看到 寒冬宋依嫂 貨合拆調多的字樣 取名幽靈谷 加上裡面沒有電燈 入業後格外陰森 不過附近居民 卻是見怪不怪 他在那裡用那個 我們在那裡做是做我們的 在媽媽聽著說 我們在這裡做得這樣 媽媽聽著說有什麼 奇奇怪怪的發生 其實這是可能 個人會冷靈的修行 修行是個人的自由 只要不危害別人就好 至於養女鬼的說法 沒有人目睹 更沒有科學證據 可以證明 這位台灣奇人許阿田先生 在自己的幽靈谷裡面 居然養了百名的女鬼 聽說在她那個幽靈谷裡面 棺材板是到處都可見的 還好幾座坟墓都在裡面 因為這個許阿田先生 他其實以前 其實擺是說 心傷不順的時候被騙 所以他覺得說人 怎麼會這樣騙他很過分 所以他其實就是 開始不相信人的人性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因緣巧合 他就跑去台東的時候 去做 去遇到一個師父 然後就跟他學那個 琴門燉甲樹 他自己就是修行的 自己覺得說 我修行得夠了 所以他回到他的老家 就是剛剛我們看那個藥草田的地方 用一些那個瓦片 什麼蓋一個小那個 鐵皮屋 類似鐵皮屋的樣子 然後裡面就供一些那個神伯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做個神毯這樣子 在八年前開始在那邊做的時候 有時候會半夜做法 那時候大家剛好很風行的時候 他要求明白 然後所以大家都會去求 那因為他的部分 他就開始覺得說 其實養小鬼 用低血養女鬼的部分 他就是會覺得說 其實這些女鬼會來幫助他 所以他才把它這樣納欺為欠這樣子 而且納了一百多個 他自己說是納一百多個 然後他自己也講 他自己跟記者也講說 我覺得跟人做不好 跟人做比較髒 跟鬼做還比較好 而且還有高超 他有跟鬼做過就對了 他意思是說他有就對了 他這樣跟記者講 那記者也嚇一跳說 這種腳法還滿另類的這樣子 要說他不跟人 他跟鬼 重點是一百多個 他要怎麼編號 他說他們都很 怎麼排班 很有善你知道嗎 而且看那個VCR裡面 他說什麼 其實真正的養鬼也不是這樣 對 而且你說一百個 他早就被炸乾了 哪有可能 還會娶一百個鬼妻 可是他說他晚上都有一些 信徒來一起低血養 對 我覺得他有可能走火入魔 對 我覺得說 有三五個女鬼有可能 但是為什麼那個地方 會有很多鬼 是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人死 人死掉之後 都在大廚 所以棺材是一個大廚 棺材就是鬼魂的房子 那所以很多人 當一旦撿鼓的時候 有時候鬼魂他沒有離開 他忘記說他原來睡在這個地方 所以棺材本來就會負著很多的靈 所以他 死後他的陰氣還會負在棺材上面 所以他把這個棺材搬回來的時候 有時候棺材 這鬼魂的靈氣還會跟著棺材 那例如說 這是我的處理 拿來拿去送一下 所以那個鬼還會入去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是很多的鬼在那個地方 那很多鬼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剛才那個人 其實那個腦筋都會有點秀動秀動 而且氣色不好 已經腦筋不太清楚 但有沒有女鬼跟他做完 我想應該是有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臉上的鬼都瘀掉了 有 有 陷下去這樣 剛剛那個秀慧姐在講說 那個VCR那個人是整個 這邊都是青筋這樣子 黑眼圈 奇怪喔 像許阿田這樣喜歡跟鬼打交道的 還真的不少人在 可是如果說養得不好的話 秀慧就知道有一個特種營業的 她就專門在供奉小鬼 可是最後下場很慘喔 對啊 就有一個特種營業的一個女孩子 因為她去上班的時候 看很多小姐 人家都是坐台坐得滿滿 只有她一個人坐得能板凳 她就去泰國去找那個師傅 然後去請了一尊那個小鬼回來 那她就教她每天一定要放在一個房子裡面 最好是找那個房間沒有窗戶的 然後最好是放在桌子底下 不能見光的這樣子 那每天最好是用鮮血 鮮血去養她這樣子 就是可以用針 戳 然後她真的生意就變好了 她的台數也變多了 然後常常也被就是就包台嘛 一整晚就被包台或者帶出場 她就很高興 那有一天就遇到一個負傷很好吃 然後她就一直對那個負傷下功夫 然後正常的負傷也包養她 可是到了第一個月剛滿 第二個月的時候 她老婆就發現了 那個負傷是有老婆的 就發現她老婆就一直吵一直吵 她就跟她講說 我從此之後不能來妳這邊了 那這個月的生活費給妳 那可能我們就要從此就 不要再聯絡 不要碰面 那後來她想說 這條肥魚 才路斷了 對 我怎麼可以放妳走 她想說是不是小鬼不管用 那再去泰國 再找一個巫師 可不可以下骨 因為她就跟那個男的講說 那妳起碼今天晚上要陪我 我跟妳也是有感情的 她就兩個人就喝酒 關到那個男的罪的時候 她就剪她的頭髮 剪她的指甲 然後就拿她的深層寧願去 去泰國找那個巫師幫她下骨 幫她下骨之後 那個男的真的還回頭來找她 而且對她真的百般依賴 好像沒有這個女的會死掉 百一百歲 對 要什麼給什麼 而且一下子沒有看到這個女的 好像很痛苦的樣子 就矮 也就很愛她 很癡狂 對 她想說得逞 小鬼沒有用 但是我下骨有用 小鬼根本就沒有用 怎麼辦 就不理她 就沒有餵血給她喝就對了 都不理她就不理她 就把她擺到那邊 那你知道小鬼會慢慢長大 你知道嗎 她會有思想 小鬼會慢慢長大 她會慢慢長大 她會有思想 她慢慢長大之後 她覺得說 妳好像要氣 妳以前有求於我的時候 對我這樣百般奉承 妳現在氣我而不顧 是什麼意思 她就有一次 就跟那個男的吵架 那吵到不知道怎麼搞的 她自己也是情不自禁 就瘋狂 瘋癲 就跑到那個陽台 就一直罵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覺得莫名其妙 我也沒怎麼樣 妳為什麼要那麼生氣呢 而且旁邊一直在跟一個人對話 她就是跟那個小鬼在吵架 吵到一個很瘋癲的時候 她就從樓上跳下去 她就從樓上跳下去 踏下去的時候 吊到一樓 她是皮開肉站 不打緊 她的體內都是蛆 她想要休息一下 她就覺得 這個有一股力量 把她身體壓住 壓住之後 她覺得她下體有義務盡力 然後接下來就狂衝猛衝 那天晚上翻一覆雨好幾次 好幾次 她真的好幾次 她覺得那種好像坐雲霄飛車 那種飄飄欲鮮 她就跟那個小鬼在吵架 我們吵到一個很瘋癲的時候 她就從樓上跳下去 踏下去的時候 吊到一樓 她是皮開肉站 不打緊 她的體內都是蛆 那個女生的肚子裡頭 都是蛆 她在這邊動 然後蠕動這樣子 對... 老師 怎麼會這樣子 養小鬼 養到肚子都很瘋 都是區域是最有人家下骨 可是不是她是下骨 下她那個男的 應該是下那個男的 那可能她去泰國 那個老師有對她下骨 對... 要她回來泰國 她才會回來再找她是不是 對 還是說你的尾款沒有給我 我後面錢還沒收到 就是找她求小鬼的那個法師 早就在她肚子裡面養蟲 養虛這樣子 有可能... 應該都是為了錢 你今天也帶了這個泰國的古漫童 這個對... 你知道嗎 熊真正坐在你旁邊 她平常是口齒很犀利的 因為她竟然一直打擊 而且今天連我們的電視 還有那個收音一直出狀況 不知道是不是你請了小鬼 沒有 這個當初是我一個客戶 她養的這個古漫童 她就是聽人家講說 養小鬼很會賺錢 她就去養 那養一養後來她就是經商失敗 那來找我 我說你這個卡因卡薩很嚴重 然後她就跟我坦白講說 她有養小鬼 我說說你這不要養 你這個因為沒有幫助到你的事業 反而有副作用 後來我就說那你把這個小鬼請回去 她找不到那個老師 那老師跑路了 我說怎麼辦呢 我說那不然你暫時先放在這邊 我先幫你暫時養 你每天會學喔 沒有啦 那是她會學 我只是點槍而已 我就放在神壇底下跟虎爺一起拜 我就先放在那邊 那她現在的身分就是藝人 我上節目就要請她來 我通告那就叫她來 對 在東南亞那邊好像有人 很專門去找花大錢 然後去買那種意外殘死的 然後最好是一絲二命 就是媽媽帶小孩那種 你知道那個最兇 對啊 那個最兇 念念更重 那不只是這一些你知道嗎 有的人還是專門養那種 頭蓋骨喔 有一些甚至是什麼雷皮骨 都是很珍貴的 也有人這樣養 窮針有錢嗎 其實我之前有聽過一個案子 是我朋友的朋友 她是 她其實也是做那種酒店的啦 但是她就是 因為你知道酒店小姐 她需要所謂的人員 然後剛好那個小姐 又很愛賭博 大概打麻將 所以就聽朋友的話 就是說去求個佛牌回來 那我大概講到佛牌是怎麼樣 就是像茵茵這樣的鍊子 有沒有 沒有筆子沒有 那鍊子 然後下面就是這個 大概小正方形這樣子 然後裡面是一個 有些人是做一個 沒有佛像 可能放一個小頭蓋骨這樣子 她的部分就是把她放 那個小孩子的頭蓋骨進去 隨身帶著 不像老師這樣子 是有功在家裡面扮內的 她是隨身帶的 她是攜帶型的 然後她就帶這個之後 果然其實有 她的那個 就生意有變好 然後打麻將也是 就像她講的 可能瘋瘋瘋瘋瘋 但是她的精神狀況是 越來越不好 就常常就是在酒店裡面 就跟人家長期衝突這樣子 可是她這樣收入還是好 所以她就無所謂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呢 她就是跟人家吵架之後 就被人家 繞黑道兄弟來 因為跟其他小姐搶客人嘛 丟到黑道兄弟來 然後把她抓到外面 好像等下下半天 都把她打一頓 那打一頓其實 他們說 聽說那個黑道兄弟說 下手沒有很重 就是教訓而已 因為教訓女人嘛 不可能就把她打的 什麼劍學啊 然後打死去火來 什麼折斷腳骨 什麼都不可能 就是打一打而已 結果隔天 聽說新聞出來 她就暴斃了 但是有時候 我們並不是刻意 要去跟鬼打交道啊 只是出國旅遊 那在那種跳蚤市場 隨便買一個東西 也有那種惡靈褲在上面的話 那怎麼辦 對 因為那時候我在 也是一樣 就電視台那種 泰國的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 我們是要找一些 什麼鬼屋什麼 那有時候白天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會找一些 我們有經過一些市集 那它不是那種 它的攤位全部都在地上 然後就是很多 整排都是很多很多不同人 後來我發現到有一點是 很多攤位 都賣一個共同的東西 就是一個項鍊 那個項鍊就很像 這樣一個瓶子 可是因為找不到一模一樣的 比這個還要再窄一點 然後比這再長一點 然後上面一樣 也是有軟木塞這樣子 其實我也有看到 然後它裡面就是 我忘了是一根還是兩根 那種小瓶子 是像那個木頭的 很細很細那種小瓶子 上面點了兩個 黑黑的就像眼睛這樣 我忘了是一根還是兩根 但比這個還要細還要長 然後裡頭有油又有水 然後它把它做成下面這樣子 就很像飾品 那我就覺得說 我第一次就覺得說 這個有問題 對 那後來當然就是我們的 出外景的那個製作人 我們當然還有一些地培 我就問他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個就是養硝鬼的 因為它裡頭就是已經幫你做好 那個油就是你要去燒那個屍體 那個骨頭的 對 屍油 然後那個導遊有講說 上一團才有一個台灣的觀光團 他不知道 他買了這個東西回去 他以為是裝飾品 他回去之後他沒有供奉 回去之後問題就來了 那個人他就是他在睡覺的時候 有點我忘了是在中午還是在晚上 然後他就半夢半醒之間 他就看到有個小孩子就蹲在那個牆角 然後就蹲在那邊 然後就讓小孩子很生氣很生氣 可是一般小孩子如果很生氣 也不會那麼兇狠的眼神 他就嚇一跳覺得 怎麼會有小孩子 他正想要起來問他說 你是哪裡來的 是打哪來的 他正要起來問的時候 他不見了 瞬間消失喔 對 然後他也沒有放在心上這樣 Skati 搞不好是自己做夢 可是你知道 接著連下來的幾天 不管是早上中午睡覺 或者是說晚上的時候 他通通都夢到一個小孩子 一直在那個床上 就一直跳... 就是不讓他睡 不然就是拉他的頭髮 拉他的衣服 就是不讓他睡 就是要鬧他就對 所以他睡眠品質就變得很差很差 可是後來發生一件 比較嚴重的事情的時候 太太知道說 好像是真的不對勁 他就是晚上 因為他那一天好像加班 然後就騎摩托車回去 然後就在那個山路這邊 然後就騎一騎的時候 突然看到有個小孩子衝出來 他馬上就緊急煞車 可是那時候下雨 路有點滑 他一煞車的時候 就是有點像雷殘這樣子 剛好後面有一台摩托車撞過來 然後當場就撞到就是爬不起來 可是他第一次機會 還是要起來看對不對 他沒有看到那個小孩子 然後後面那一台車的人也上來 就說有沒有怎麼樣 因為那個人他沒有怎麼樣 可是他就想說 他以為他自己沒事 後來就說 孩子咧 就是那個小朋友咧 他就說什麼小朋友 沒有啊 就是都沒有 後來看一看奇怪 怎麼都沒有 然後後來他自己要爬起來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知道這邊流血 他以為只有這邊受傷而已 後來他爬起來的時候 才知道說他腳斷了 他起來之後沒有力量 脫過血流腳還斷掉這樣 對 然後他腳要起來的時候 沒有力量 而且那個骨頭是在裡頭晃 然後那個人送他去醫院 沒有力量 然後送他去醫院的時候 才知道他裡面斷了兩個 大骨跟小骨 就筋骨跟飛骨這樣子 對 然後整個腿都是那個 我知道那種應該算是 封閉性骨折啦 對 然後這邊也縫了 大概十幾針這樣 然後後來他才知道說 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才去請一些朋友 去問問問才知道說是 人家問他說你是不是帶了什麼 不乾淨 或者去哪些地方不乾淨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到處 亂尿尿什麼...的 然後後來有問子還知道說 他一直在想... 想很久才知道 那個算不算 後來還拿去給那個法師看 他說妳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他不知道 這個人在刺燈就收貨了 妳不知道 他說他不知道 他就趕快拿給法師 後來把它處理掉 剛剛說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講的那個來用 對 所以你剛才講的時候 來用 翻成國語的話 就是陰陽和元童子 那個就是應吶應吶 主要就是作用就是求感情的 因為他這個做好之後 大部分你像這個裡面 他會有塞...有的是塞骨頭 正常的話 他是會用佛油 然後花粉 然後藥材塞在裡面 然後經過這個... 他們那邊當地的法師叫阿強 經過他加持差不多一年以後 然後才能出來 那有的比較陰的話 他就直接塞骨頭 小孩子的骨頭 或是他的私有 然後經過這個法師在加持 大概一年左右 然後才可以拿出來 老師 今天這兩位特別來賓 真的讓我們頭好運 從這個角度看過 剛才一直在看 這個林童前面這邊有個磁場 有個磁場 是真的要有磁場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電視機 那個顏色都變了 真的 從這個角度就變了 修好久 第一段的這個新聞影片 那個許阿田先生說 他娶這個一百多個女鬼 然後跟她發生性關係 還說很舒服 因為真的也有人跟鬼 發生性關係以後 後遺症也是很多 有一個台商 他到大陸想進商 聽說杭州那個地方 畢竟不像說上海北京 這麼熱鬧繁華嘛 那邊要住 最好是住比較市區一點 那他就找來找去 這邊離市區也滿近 而且他那個房子滿大的 裡面就是有三個房間 隔三個房間再租給人家 他本來是要租中間這一間 他說陶吉我想租這一間 他說不行 那個有個人租了 他已經付了一年的房租了 對 所以我不能租給你 他說那你就選擇旁邊這一間 現在設一下這一間這樣 那他因為去大陸很無聊 寂寞難耐 他每天晚上都去喝得爛醉 他想說回家好睡覺 然後他有一天晚上 也是喝得醉茫茫的 就回去本來要睡覺了 因為他們每一間房間 都是套房 那他們那種古式建築的房間 就是房間這樣一間兩間 那中間這是廁所 那中間廁所就是一道牆 我這邊是廁所 妳這邊是廁所 上面有一個窗戶 有一個窗戶 那他有一天就在睡覺之後 聽說奇怪 隔壁房間傳來陣陣香味 剛好我跟 在睡眠風的旁邊 奇怪 我很久都沒有碰到旁邊 有人回來這樣子 然後他想說奇怪 回來啊 去看一下 怎麼棚這樣 那去打開廁所房門 一看 那個廁所燈亮了 好聽人家在搶水洗澡 在沖水的聲音 奇怪 有人回來了 他想說很好奇 旁邊是住了一個誰 他就爬上這個馬桶 偷窺 對 就上去就趴著那個窗戶 就一看過去 我安心 不得了 漂亮 美妮 美妮 新宅讚 丟宋 冷肚膏 哎唷 那皮膚膏 這樣 柔軟柔軟柔軟 柔軟柔軟 又摸在隔壁的 我摸彈可破 穿在頭髒 又披肩 看我腳長倒 看得漂亮 正 看得到滷眉的時候 腳沒抬得好 去撞到那邊買湯 馬桶跟打開 我嚇到這個貴心骨都大丟掉 嚇一跳 結果那個女的就回頭了 果真是白 全身都白 只有頭髮黑 她一看到嚇到 要下來也不是 要上去也不是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那個屋頂有在滴水 所以我爬上馬桶 看屋頂是怎麼回事 不是 先生 如果妳不嫌棄的話 待會兒妳可以來我房間聊天 無所謂 真的 那麼大方 我給她揪 妳真的受寸落金 一般只要 我們頭髮只要洗澡 一般人家都會很生氣 妳給我滾 對不對 因為大罵吧 對啊 對 她說這個好機會 我怎麼可以錯失 然後好看她的身材那麼好 誰不過去 就算不能幹嘛 我想跟她認識聊聊天 也很爽 是不是 然後她就趕快把衣服穿好 本來是差不多七分次了 現在都穿了 很開心 趕快去就把它撞 興致薄薄的 頭頭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她說 小姐為什麼我來三個多月 我都沒有看過妳 妳在忙什麼 她說因為我也是在做生意 所以偶爾才回來這樣子 當妳手好冰 因為她有摸到那個女孩子的手 妳的手好冰 她說我體質本來就這樣子的 說妳跟我以前男朋友長得好像 就一直望著那個男的 妳跟我以前男朋友真的長得好像 我看到妳 我就想到她 對不起 我好想哭 就靠在那個男的那個肩膀 就拼命一直哭 那男的被哭到 心都碎了 空體舒麻 真的 我真的都麻起來 就很想愛她 保護她這樣 哭不要哭 妳男朋友到底怎麼 她負心悍 她拋棄我 她不愛我 妳長得這麼優秀 她為什麼會不愛妳呢 她說我不知道 我看到妳 我就覺得妳好親切 就好像她的版本 其實我為什麼不想回到我的房間 因為我一個人很怕寂寞 今晚我跟妳有緣 妳可以留下來陪我睡覺嗎 哪一個男人聽到這樣子 不留下來的 留不留 而且她還喝了酒 她還喝了酒 她說我真的可以在這邊睡覺 她說當然可以 那天晚上翻雲覆雨好幾次 好幾次喔 真的好幾次 她就覺得那種好像坐雲霄飛車 那種飄飄欲仙 真的沒有 自從她當人以來 懂得說怎麼跟女孩子相處 她沒有這麼爽快過 快樂是神仙 真的是飄飄欲仙 只能用這種形容詞 結果她真的很累了 一夜兩三次為什麼不累呢 就睡著了 睡到天亮的時候 她翻了身 要摸那女孩子 旁邊怎麼沒有人 不見喔 她睜開眼睛 旁邊沒有人 奇怪 怎麼會沒有人 怎麼這麼忙 對… 因為她也不知道她什麼名字 她一直叫小姐 小姐 去廁所看 沒有人 她趕快起來 把衣服穿好 穿好之後 她要走出去 看到那房東就進來 先生 你把這房門撬開嗎 她沒有 我沒有把房門撬開 為什麼要撬開房門呢 她在那裡是怎麼進去的呢 沒有 昨天有一個小姐 叫我進來陪她聊天 她妳見鬼啦 這小姐已經自殺死掉很久了 她只是付了我一年房租 我不好意思把她房子租出去 我想說等到一年圓滿之後 我才要把她房子租出去 你怎麼撬人進來啦 她聽到真的馬上腿軟 傻眼 然後回到她房間 然後她整理東西 屁滾尿流就回台灣了 對啊 這樣自殺了幾個月 房租服在那邊 還會揪 鑑鑑的那個 這個應該是 她說 那個死了之後 她還是執著 她還是留在那個空間 她是真的被她男朋友 拋棄在裡面自殺的 對 她可能她的家屬沒有去那個 給她引婚 她那個男生說這樣子 舒服到一個不行 真的有那麼舒服 這個我沒試過 不是 等一下 那個窮真在告訴我們 因為妳那邊也有案例 但是這個是在大陸 曾經真的有女子在那個房間自殺 她才會在那裡 逗留在那邊 但是張英英 妳家喔 台灣耶 妳家耶 為什麼妳家人 還有親朋好友去妳家 都碰到同樣一個男色的 對 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媽媽的客房 擺一張黑色的那個按摩椅 那我奶奶是從新竹上 就是去龍總做一些檢查 然後當天她就已經回去 可是我媽不是那種早起的人 她就很累 所以她就中午回去的時候 就要睡個覺 然後她就很累 她就先在按摩椅 先按一按 她躺到那邊的時候 按... 按到一張她就睡著 因為她太舒服了 就睡著了 突然 有一股力量 把她身體壓住 壓住之後 她覺得她下體有抑鬱的境遇 然後接下來就狂衝 很重 每晚都被輪抱這樣做 對 她是幾乎每天 都有不同男生來跟她做 有兩個男生 會無聊跟她做 這兩個男的 都是他們家的祖先 你是法令無編的大法師嗎 你有拍案教訣的神奇法術嗎 法術經濟場 歡迎全國大法師親自登場 我們將讓你有個 施展法術的空間 她睡得很累 她就先在按摩 你先按一按 她躺在那邊的時候 按到一半就睡著 太舒服了 就睡著了 突然 她覺得 出現一個黑影的男生 而且她全身都不能動 那個男的直接靠近她幹嘛 妳知道嗎 就是嘴對嘴 她要親她 她要親我媽 那我媽就開始一直唸那種 阿彌陀佛... 不然就唸什麼 阿彌陀佛 不然就唸那個日本叫什麼 一堆佛話 就一直唸一直唸妳知道嗎 但是那男的嘴巴 就一直快靠近... 我媽就一直唸... 可是她全身都不能動 她說唯一只有動的就是我嘴巴 所以一直唸一直唸 她說不知道唸到多久的時候 剛好她已經快要靠近的時候 那男的不見 折天的時候 重點是我媽沒跟我講 然後我帶我朋友去了 然後我一個女生的朋友 然後我們到我們家的時候 她就說你們家有那個按摩椅 因為十年前有沒有 大張的按摩椅 然後什麼功能都有 大張就很開心 然後受傷期 然後就開始玩玩這樣子 然後她說好 那我要先下去買東西 那妳就先玩 我等一下就回來了 然後她就按一按按一按的時候 她也是在半眸半眠當中 因為那椅子真的這樣 非常非常舒服 然後半眸半眠之間 她發現什麼這樣 她已經快要睡著的時候 突然發現她的大腿內側 左邊那個地方開始就是 感覺又有人在摸妳 又有人在搔養妳 又就是... 妳就是有個東西 就是軟軟的 然後在那邊摸妳這樣 她覺得她是不是自己做夢 然後重點是 她是越摸越上面 越摸越裡面 因為大腿是這樣子 妳做的時候 她是摸到內側這邊 然後是要往裡頭去摸 她就嚇到她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就是她摸到 已經快上面的時候 她發現就有另外一隻手 在摸她的胸部 然後她要去動的時候 她身體全身都沒辦法動 跟我媽講是一模一樣 全身都不能動 而且她一直就是這樣 一直被人家唱 摸摸摸這樣子 她就很害怕 然後一直要叫一直叫 她叫得很大聲 可是... 她說她叫很大聲 可是聲音出不去 然後身體又全身 沒辦法動這樣子 然後就... 我不知道她被摸多久 就是上架起手這樣子亂摸 然後從大腿內側摸到 這個整個胸部這邊 然後她還發現 對方已經要過來親她的時候 剛好回來 然後我看她怎麼 好像感覺有點痛苦 睡得很痛 我想是不是做噩夢 還有一點流汗 我就想說 我就有叫她名字 然後她才起來 她在跟我講這個事情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 我媽想啊 完了 她講的可能都是同一個人 她後來再請 就是請人家上來就是 我請我阿嬤上來的時候 把家裡弄一弄之後 把那張椅子也弄一弄 然後順便把那張椅子 搬到新竹去 給爺爺奶奶用 因為她給爺爺奶奶他們按鈕 你還好吧 你還在孝順啊 因為爺爺奶奶他們不怕 就是我們 我們奶奶是通靈的 自己祖先的鬼 會這種現象也有可能 自己祖先的鬼也有可能 因為剛才錄影前 我跟音談說 你都可能有多棒 但是這個是不是你們家祖先 我是不知道 真的 對 但是我要講一個是 真實我自己刻的案例 就是說 有一次就一個女生 就長得很漂亮 我就像學會一樣 長得很漂亮 她過來找我 但是臉色都很難看 臉色很難看 她把名字寫給我之後 我嚇一跳 我說你可能卡到陰 那我說你嚴重的話 你子宮要舔一跳 子宮長了 結果她就跟我講說 就算命算一算之後 我就說你卡到陰 而且一定有一段時間 結果後來的客人就跟我講說 她是住在新竹來北部上班 住在她同學家 她住在同學家的時候 問題就來 就是我幫她處理的過程裡面 有多恐怖 是她住在她同學家 她同學有一個弟弟 年輕 十幾歲就死掉了 但這個女生 這我的客戶就是說 她是幾乎每天 都有不同男生來跟她做愛 有兩個男生會努力跟她做愛 一個年輕的 兩個都是年輕的 兩個都年輕的 都是年輕的 她說 後來就是她把那個長相 都講出來的時候 連陪她來的同學也嚇一跳 因為她講那個就是她弟弟 小時候的樣子 好可憐 兩個人努力跟她做愛 那做愛是怎樣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是 她有一個夭折的弟弟死掉 就是跟她十幾歲就死了 那死了還不知道 因為她這樣形容的時候 她總會認為不可能 我們家只有一個 那總會有兩個男的 對不對 那她同學也不知道這個原因 後來就去我們請生命 來處理的時候 生命說 這兩個男的 都是他們家的祖先 死掉了 還有一個是小孩 生出來的孤兒 死掉了 一個男的 兩個男的 這已經死了二十幾年了 女生她這樣被兩個鬼 這樣強暴 輪暴 她下體 為什麼子宮要拿掉 子宮要拿掉是因為後來 她就是子宮會一直流膿 就孟明 她剛開始只是 就可能一般的分泌物 後來是 後來整個流膿 後來她說 整個子宮已經切掉了 問題她是二十幾歲的女生 老師你剛剛講的案例 是她那種半夢半醒 昏昏沉沉的被輪暴 強暴 但是郭老師知道也有女生 她去林森北路那邊 租到不乾淨的房子 是在很清醒的狀態之下 被鬼強暴 對 她剛開始 她是自己一個人住 那都OK 都還好 後來她是想說 一個人住很無聊 她就跟她的同事 她也是在酒店上班的小學 她跟她同事 她同事就是說 那我們兩個人一起合租一層樓 那就是說合租一層樓 這樣子住 比較不會無聊 那她的朋友 她同事有養小鬼 那她剛開始她也不以為意 那她就說 因為她看她同事也滿好的 就是也很賺錢 後來就是說 他們就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三個月之後 開始這個女的 每次在做夢 就是睡覺的時候 她都做夢 夢到就是說 有男孩子在跟她做愛 那剛開始她以為是做春夢 那後來呢 有去給醫生看 那也檢查不出什麼原因 她可能說你生活壓力太大 或是你有猶豫症等等之類的 可是後來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頻繁 直到後來有一次呢 她看到這個 她就是有一天跟她 她沒有上班 她就跟她朋友出去玩 出去玩看電影吃飯 唱歌啊 回家之後呢 還很早 那她想說 那洗個澡 看一下電視 她就躺在床上 但還沒有睡著 她還很清醒 她想說休息一下 她就覺得 這個有一股力量呢 把她身體壓住 壓住之後呢 她覺得她下體 有抑鬱進入 然後接下來就狂衝猛衝 那後來呢 後來她就覺得這個 這個太離譜了 因為不是在睡夢之中 因為人很清醒的情況之下 你就直接就感覺說 這已經不是她的幻覺 還是說她做春夢引起的 就是她人 她覺得說 所以科學驗證去看醫生 你說要看有沒有 撕裂傷什麼的對不對 沒有 對 但是後來她就沒有辦法 她覺得這個不是 看醫生會好的病 後來她才找我們 才幫她處理 那我有問她 她是說她這個朋友呢 她有養小鬼 可是呢 她是沒有錯 她養小鬼她是賺很多錢 可是她也被她男朋友騙很多錢 所以她也是沒有錢 她我是懷疑說 是不是這個小鬼 或是小鬼帶來的朋友 來給她搶 因為後來我給她建議說 你先搬離那個地方 然後我再幫她處理 壓上 那後來就好了 真的啊 像這種情況有時候 藝人真的在外面作秀 也是會碰到這種情況 做到不乾淨的飯店 對 像歌手千百會 也曾經碰到難事故 其實以前是藝人啊 就是在旅館的時候 常發現一些 很多形形色色的關於的狀況 那以前有那種 老一輩的歌手叫千百會 很紅 那時候在新馬一帶 他常去作秀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他去新加坡作秀的時候 就住了一個飯店 然後晚上呢 他跟一個女星通房就對了 就坐在他旁邊 那以前已經睡著 他在那邊保養 弄之後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他就突然有點頭 有點暈這樣子 然後已經想說算累了 我就好好睡好了 然後他就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怎麼前面我的床腳那邊 突然有浮個黑色的影子上來 他覺得奇怪 怎麼越看越近 越看越近 突然是一個男生 穿戴整齊 有個男生穿戴整齊 就這樣就走過來 然後對他一直這樣 對不起 我先跟觀眾朋友說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這兩位特別來賓 嚴重影響我們大家錄影的情況 所以現在先把請走 好嗎 謝謝 好 我們等一下來講床頭黑影 可以繼續嗎 OK 那就是他的床腳那個黑影呢 就變成就是一個人形 就是一個男生人形 然後衣服穿在整齊 然後一直往他的身體那邊逼過來 然後就開始黑黑那種邪笑這樣子 就看起來就像是那種 黑黑這樣喔 對 就是黑這樣子 這樣過來你知道嗎 他覺得這什麼 不可能喔 房間就是我跟那個女星兩個人而已啊 然後其實說他一步走過來 是一邊脫衣服 一件一件一件脫 躲到全光已經身體快壓上來了 然後千百會就很緊張 我怎麼辦 就是眼神一直看著旁邊那個人 一直不醒來 他突然就用聲音拳 就大叫一聲 然後腳就踢到那個女生 那女生就被踢醒了 那女生被踢醒了 提醒說你幹嘛踢我啊 他說有人這樣子 就跟他說床腳有一個人這樣子 而且是光的 光的難光 他說我沒看到啊 他說不對 她全身光 而且怎樣這樣這樣 就跟他解釋說現在的狀況 然後男鬼就覺得看著他 就覺得說你這樣是沒有用的 反正我還是要過去 對 後來那兩個 那個女星就說好 那你今天不要激動 我們兩個來念柏號 就兩個對看這樣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所以那個那個男鬼 就是全身刺我那男鬼 站了一會兒之後 覺得沒轍就消失了 其實鬼就跟人一樣 那為什麼 很多鬼為什麼喜歡躲在廁所裡面 甚至喜歡偷看女生洗澡 因為廁所是比較潮濕的地方 那潮濕的地方 因為本身鬼是帶陰墊 那潮濕的地方 鬼在那個地方 它的靈體 能量會發展到最大 所以女生一看很多 曾經像剛才窮生講這個故事 其實我也處理過一個客戶 是電視台老闆的祕書 就是真實三年前 三年多前來 你是怎樣 這個女生是怎樣 她被射鬼 就是她每次在洗澡的時候 她總覺得有人在偷看她洗澡 對啊 她覺得很奇怪 她睡覺的時候她也覺得 有人在旁邊睡覺 那時候三年多年 其實我自己那時候 沒有交女朋友 這個女生其實就是 女生要上 那個女鬼要上你喔 不是 不是女鬼要上我 這不教我 沒有 這不教 人家保險很好 那個不是女鬼 是男鬼 男鬼要上你 不是 我處理的這個是 這個是女生 男鬼人秘書 女秘書 女秘書對她有意見 我要講的是 不是 是因為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交女朋友 所以這個女生長得滿漂亮 其實都會想說 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她整個身體都很差 臉色都很爛 那後來就是電視台老闆就請我說 到他們家去看 那時候其實帶去的時候 我就是帶桃木劍 因為那時候她跟我講說 家裡可能有鬼 她跟我講說 家裡那個鬼有190幾公公 怎麼小的 那麼大那鬼哪有可能 我去的時候就更好玩 就是她家大概有四隻幾瓶 她跟我講之後 覺得我去的時候 是沒有看到這個鬼 是沒有遇到 是沒有 結果原來那個鬼躲在哪裡 那個鬼是躲在 房中房裡面的廁所裡面 就是這個女生她是一個房間 但她房間是套房比較大 那比較大 她房間裡面又隔了一個廁所 那廁所中間又隔了一個衣櫥 就是她的床旁邊是個衣櫥 衣櫥裡面才是廁所 所以我去房間看 去客廳看 都沒有看到那個鬼 都沒有遇到 都沒有找到 都沒有覺得很奇怪 但就是... 就是覺得很奇怪的時候 後來我就說 那你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她就跟我講說 這個鬼有時候 他睡覺的時候會跟他說 會壓著他 那時候就是我覺得說 這樣的話我覺得說 應該不太可能 然後請神明來了也沒辦法處理 就連我也沒辦法處理 後來這更好笑是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色衣褻褻 就是有時候老師心室真的不正 我像是很正 但是因為那個女生長得很漂亮 你看我也沒交女朋友 我覺得處理好可以交當女朋友 可以當女朋友 我心裡只有這樣念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塞車要再去處理一下 有一個男的 用飄的飄不要可以飄 她過來她床頭 就坐在她床的旁邊 就摸摸她的臉頰 這樣摸摸她 然後撥撥她的頭髮 等一下 你是法令無編的大法師嗎 你有拍案教訣的神奇法術嗎 法術經濟場歡迎全國大法師親自登場 我們將讓你有個施展法術的空間 因為那個女生長得很漂亮 你看我也沒交 沒交女朋友 我覺得處理好可以交當女朋友 可以當女朋友 我心裡只有這樣念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塞車要帶她去處理的時候 現場馬上叫她抬一下 真的喔 結果的感覺是 重力往胸口 就是那個190幾公分的男鬼 揍你這樣子 但你要知道 我車上還有掛神明 都會請神告 對啊 但是後來為什麼 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我車上也有神明 那我又有神明在旁邊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事情 重點來了 後來是請神明起床 因為沒辦法處理 那我覺得說 這個女生也不錯 那我覺得應該幫她處理 結果後來請神明起床 才知道什麼原因 原來這個鬼不是外面的鬼 這個鬼是她前世今生的鬼 就是說她可能是七八十年 後來查出來說 這個是七八十年 她跟這個男鬼有一段 就是他們是男女朋友 但男女朋友說 當時他們在前世 就是沒有結婚 那兩個就一起死掉 死掉之後 說來世再續緣這樣子 他們那時候是講好 後來才知道神明講 就是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說要 不再轉世投胎 要修煉 但這個女生後來就不知道 為什麼的原因 就是說忽然間就跑出來 就是不想 就投胎轉世 她不想繼續修煉 那男人一樣 繼續留在那個地方 但是重點來 這個男人因為太想念這個女生 所以這個女生從小時候長長長 長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她就從小時候 長得三十幾歲 長得三十幾歲的時候 這個女生交過很多的男朋友 因為這個女生長得不是長得漂亮 她男朋友都很優秀 可是每一教就分手 每一次教就分 每一次教就分手 但是重點是 他也常常會被強勁的感覺 就是那個男鬼為他喪生 那後來是怎樣 後來神明才查出來說 後來我們去查 就是在桃園有個叫巴林 巴林有個地方 就是桃園有個地方 就是這個男鬼他們以前 靠近拉拉山 對 在那個地方 就是他們兩個以來詮釋 後來我們去查 真的 在七八十年 真的有這樣的姓氏 這樣的人 真的都有 真的就是有 真的有這樣 對 那是因為後來神明 因為正常你看 我們車上都有戴索豆腐 車上都有神明在 那我怎麼可能還被打 而且那還是大白天嗎 白天 大白天 對啊 還敢上去 可是跟鬼魂發生這種關係 到底是不好的吧 對不對 當然是不好 後來為什麼我覺得很奇怪 說為什麼連火鍋 鐵龍 怎麼都關不著 是因為他們前世就來到現在 所以那個沒辦法 連神明都沒辦法處理 後來是跟那個鬼談判 後來我們記得 我記得是辦了三桌 跟他板杜 板杜杜 板杜杜是 那種菜一般的板杜杜 坐三十幾個板杜杜 板杜杜 還放韭菜 跟這個鬼 就是說時間一到的時候 請這個鬼離開才幫我住 你還有一個朋友在嘉義念書 住學校附近的宿舍 對 那是一個朋友的女兒 她讀大學 大義的時候去嘉義 那她想說選擇 離學校比較近的宿舍 就剛好不會很遠 騎摩托車大概五分鐘這樣子 然後她每次回去大概六七點 她一個習慣就是先上網 她會先打開電腦 對 她會先打開電腦 再去洗澡 洗完澡之後再來玩MSN 或者是做功課 那她那一天也是一樣 一如往常 就是先把電腦打開了 然後她去洗澡 洗完澡 因為她那幾天有一點感冒 感冒就頭暈暈的這樣子 然後她就洗完澡之後 就坐在電腦桌前面 她本來是先拿功課 要起來做功課 就看有人在呼叫她 一看 在敲她 對 一看 妳真不會照顧自己 她上面MSN有人敲她 那朋友很關心她嗎 對 然後她一看這個帳號 然後我沒有這個朋友 這是誰啊 她就問她說妳是誰 她就說妳感冒了 要記得吃藥 她說妳是誰啊 那個男的都沒有回答她 她就不管她就把她關掉 就把她那個視窗關掉 繼續做她的功課 那之後她朋友有敲她嘛 她就一直跟她朋友聊… 聊到大概11點多之後 她覺得真的很困 然後她就躺在床上 那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 她就做了一個夢 那那個夢 是幻是真 她不知道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但是因為一句話 讓她整個毛骨悚然 而且她是動彈不得 就是她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男的 就用飄的飄... 飄過來她床頭 就坐在她床的旁邊 就摸摸她的臉頰 就這樣摸摸她 然後撥撥她的頭髮 妳真不會照顧自己 然後我會再這樣 妳要記得吃藥喔 她本來是想說我是做夢 但是呢 她一聽到這兩句話 她想說奇怪 怎麼跟MSN上面的事一樣 然後每天就是做同樣的動作 就是坐在床頭 一直看她睡覺 一直看她天微微的亮 如果她真的有睡著 她早上起來就看不到這個人 她有一天想說真的很煩耶 為什麼妳要來找我 我也沒有得罪妳啊對不對 那也不是我害死妳啊 妳是怎麼回事 她就有一天好 就故意比較早回家 那天呢就故意比較早洗完澡 她說好我躺在床上等妳 我要問問妳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她每次在夢境裡面 她都是動彈不得的 但只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然後她那一天 她就躺在床上等她的時候 她真的又來了 她是每天晚上來的 但是她都沒有跟她說 有做愛做的事情 她只是摸摸她 然後很關心她這樣 她說 她說我不認識妳 但是我喜歡妳 妳從進來這個屋子的第一天 我就已經知道妳的存在 妳可以讓我在妳身邊照顧妳 但我不會害妳 她說可是我不要 怎麼有那麼溫柔的呢 對 因為妳畢竟是鬼 我是人啊 對啊 我也不想跟鬼打交道 妳要找的對象也不是我 求求妳饒了我 放過我 妳害得我每天精神恍惚 都心神不膩 對啊 因為老師說 被鬼摸的還是自己 已經往生的祖先被摸過 一定都身體會不好 對啊 會發燒 對啊 她就每天就是 好像行屍走肉這樣子 書也讀不下去 然後她說妳真的要我走嗎 我是如此的愛著妳啊 她說我不行 跟妳談戀愛 請妳走 要不然我就要搬離這個房子 然後就隔一天醒過來之後 她連續大概有兩個禮拜 都沒有夢到這個男的 只是這樣講一講就可以了 對 都沒有夢到這個男的 反而是這個女的想說 她已經受...習慣了 對 習慣了 有一個人在旁邊就是這樣子 就呵護著妳 然後就會很溫柔 很關心著妳 然後她就一直在夢中 然後她一直求說 妳再回來吧 妳再回... 然後她那個男的又來了 又來了之後 那有一天她媽媽就是來嘉義看她 就說這個女的女的怎麼 覺得很奇怪了 因為那個女的後來是 越來越愛那個男的 甚至有跟她發生關係 而且她媽媽來看到這女孩子的時候 就像老師說什麼 陰棄順順的 陰棄順順 陰棄順 就是行屍走肉這樣 她說妳是發生什麼事 不行 妳要跟我回去 她說我帶回這裡 帶回台北 然後去找那個... 比較導航比較高 人家說紅頭的那個 因為我女兒是不是中間 我看她的面積都不對 講話也不對 每天都這樣 分不少 是這樣 兩眼無色 對 頭部都瀉瀉 然後一個同齡老師再跟她說 她叫一個女兒幾下 而且那個也是累事 所積來的一個緣 對 有可能 所以她才會找上她的 後來處理完以後 就把他們的關係斷開來 她媽媽叫她轉學 不要再讓她躲在所學校 這個男鬼怎麼愛她 愛到深處無怨游這樣 叫她走 她就真的走 對 因為這個鬼其實就跟男一樣 也許這個男鬼可能在生前 可能是一個很穩穩如雅的人 他死後當然也是很穩穩如雅 所以他喜歡這種女生是很正常的 一旦你如果忽然間覺得 你的眉心這邊會脹脹 就說你是不是有卡陰卡燒 會有什麼東西來靠近你 第一個 很多的現象是第一個 眉心如果鬼站在你的前方 眉心這邊會不舒服 有點髒髒 壓迫感 站在我們這邊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耳朵會產生共鳴耳鳴的現象 如果站在這個地方 這邊會耳鳴 但如果說你平常會覺得說 你眉心耳朵兩邊都會 會呃...的話 代表說這個地方不是只有一個人 只有兩個 三個人以上 所以很多都可以 要轉了 電燈怎麼按 就後來按掉 曬掉 我們以前也當然是有好兄弟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要去侵犯他 我們要做出 其實會結束 會結束嗎 這場是個獨舞 也是一樣的 有爆弹 眉口的